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星 听 我愿想 我愿想一块口肉 我愿想一块口肉 我愿想 我愿想一块口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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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扣住你 美菜扣住你手 这是一首肥而不腻的歌曲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总想到一道美食 这道美食就是麦兜最爱吃的鱼丸粗面 不 麦菜扣肉 麦兜为什么吃猪肉 麦菜扣肉这道菜大名鼎鼎 家喻户晓 每个人都吃过 阿星也是从小吃到大 但是从来没在家里出现过 因为这道菜感觉就是在酒店 或者是流水席上才能吃得到 这么一说 从小到大这道菜我没吃够过 为什么 因为每次参加流水席的时候 这个菜一上转一圈 绝对渺光 所以今天我又下市 为什么说又 把这道菜一定要在家里做出来 看看咱能不能做出饭馆里的味道 过年的时候 阿星拍了一期八大碗 其中我最爱吃的就是 梅菜扣肉和粉蒸肉 梅菜扣肉这道菜 做起来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 但是我总结了一下 分为四步 煮 炸 烟 蒸 只要你遵循这四步 我相信做出来就不会太难吃 不对 应该是好吃才对 那么用到的食材有哪些呢 五花肉 梅干菜 其实很简单 就是五花肉和梅干菜 但是这两样东西组合到一起 经过完美的烹饪 这两个一组合 梅菜扣肉在逢年过节 喜事的时候也会出现在每家每户 那就有一个讲究了 就是去掉梅韵 扣住幸福 这会我已经闻到梅菜扣肉的香味了 好 别的话咱也不说了 就去厨房开整 首先切葱切姜 像这种90度的大葱 非常的辣 非常的香 这个大葱不好买 你得碰 梅菜扣肉一定要选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这样吃的才香 加凉水 没过肉就可以了 加入葱姜 八角和花椒 加点料酒去清 大火煮开以后 煮20分钟 这个肉一定要煮透 梅干菜特别香 现在煮肉的间隙 咱把梅干菜清洗一下 因为它这个要泡发 至少清洗五遍 它里头有非常多的杂质 你看这第一遍水特别浑 很脏 清洗第二遍 我看这第五遍也就差不多了 现在洗净了 把这个水分要捏干 放到盘里一会备用 现在肉就煮好了 煮到筷子能一插 就可以插透插进去 就行了 现在就出锅 用两个牙签给皮扎一下孔孔 方便入味和上色 这个感觉太爽了 非常刺激 有一种环珠格格容模模的感觉 一定要表情到位 现在刷点老抽 给这个皮上色 咱把它放在一边 让它晾着 因为一会要下油锅 一定要晾干 要不然就会溅油 一边晾肉一边把牙菜一炒 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下葱姜蒜干辣椒 下梅干菜 梅干菜炒出香味炒得干一点 就可以出锅了 盛出盘放到一边备用 现在来到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炸肉 肉水分也晾干了 现在等油温7成的时候 咱就下肉 具体7成是个什么程度呢 你不想问你妈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 万一你这个肉如果没有晾干怎么办 我教你一个关键的两步 就是下肉盖盖 一定要迅速 防止溅到你身上 1 2 1 2 我看我这个肉还是稀微有一点水分 我现在也得演练一下 1 2 1 2 1 2 差不多 油温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食操 1 2 1 2 还要跑得快啊 有点紧张 看见没 看见没 多害怕 喊好我迅速的护住了脸 我英俊的橡帽才得以保存 我不敢打开 因为我要翻面 出来以后 直接浸入凉水 把肉皮冲下 凉水给它拼一下 这一步是为了方便切 而且会起虎皮的花纹 泡10分钟左右 现在就可以捞出来 然后切片 看这里有一点点的虎皮 都说我的刀不快 刀磨好切肉 切成片就可以了 把肉放入碗中 煮和炸都完了 现在第三步就是腌肉 葱 姜 八角 生抽 老抽 蚝油 料酒 腐乳汁 五香粉 鸡精 白胡椒粉 来点糖提鲜 好 现在给它搅拌一下 腌入味 腌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 把每一片都要粘上 肉腌好 现在摆盘 注意一定要肉皮朝下 肉摆好往上铺梅菜 把剩下的汤汁再盖到梅菜上 给高压锅里加点水 放上壁子 把梅菜扣肉放进去 盖一个盘子 这就是最后一步 蒸 加盖 蒸个半个小时 煮炸烟蒸四步就完成了 好激动啊 洗洗手把厨房擦一下 静后美食出锅 我愿作一块儿口肉 我愿作一块儿儿口肉 我愿作一块儿口肉 我原先一块口肉 口中的梅菜口中于你一手 我原先一块口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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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中的梅菜口中于你一手 颜值不要太高 光看这盘梅菜口肉 就非常有食欲 深夜还在减肥的小伙伴 看见这盘肉 它不香吗 色香俱全 咱现在尝尝味 看这个肉蒸得非常软烂 来一片尝尝咸蛋 特别软烂 太香了 这块肉肥瘦相间 软烂鲜香 光看这个颜色 都感觉特别有滋味 刚才大家应该注意到 我没有放盐 因为这个梅菜非常咸 所以也不用放盐了 太爽了 再尝尝里边的梅菜 我觉得梅菜应该更好吃 更入味 加一口尝一下 果真是跟肉比起来 梅菜更入味 因为它吸收了肉的汤汁 这盘子要造完 绝对要上头 今天晚上咱就睡不着觉了 可就是造 这样吃梅菜口肉太不专业了 不会被撑死 绝对会腻死 那要怎么吃呢 诶 当然是旧馍吃 咱就先来六个尝尝 还有蒜 哎呀 香炸的 来一块 有肥有瘦 再来一块 再来点梅菜 太香了 主要还是梅菜好吃 再盖两片肉 磨得快塞不下了 眼大肚子小 就给它挤压一下 把里边的油脂充分挤压出来 来一口蒜 还是要旧磨好吃 你单独吃的真的有点腻 再来点梅菜 配上一半蒜 简直是绝了 再来点梅菜 这一个馍几口就完了 不经吃 其实 用河野饼加口感应该更棒 吃完一个 再来一个 一层梅菜一层肉 看这肉多么的肥美 我做的这个梅菜扣肉 基本上能达到外面饭店的百分之七八十 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比如说我切的肉还是过于厚了 如果再薄一点 就更入味更好吃了 再来点蒜 再来点蒜 六个是有点夸张 再来一个 阿星就吃的差不多了 这道菜在北方夹馍吃最香 到了南方您就可以救米饭 真的是百搭 非常美味 这个菜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也不是非常复杂 但是如果考虑到时间和金钱成本的话 我觉得还是在外边吃吧 我愿意吃一块口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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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吃一块口肉